现在2024大选将至 不过近期呢 却突然是有实家的中国航空公司 它本来是竞争关系的 不过呢 最近却是集体突然非常有默契的 一起推出了2024年台商返商的 一个团购的优惠机票方案 似乎就是要让台商更方便 而且可以取得更优惠的价格 来返台来进行选举 不过现在呢 这些行为就被解读了 是否又是中国戒选的一个手段 但听到委员的最新回应 我相信如果只是企业家 或者是企业家的协会 共同来协谈低廉的机票 让台商在这个期间 因为比较多人次的反弹 也不需要因为选举 过度的政治操作 任何的手段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关键还是台湾人民的心 跟台商它的决定 每一票只要回来 只要投给支持台湾 支持民主自由阵营的一票的话 那我相信这样的手段的效益 都会降到最低 民主自由的台湾 我们用我们手中的选票 来捍卫我们的民主 其实呢 国民党委员是认为 不用太过选举操作 认为呢 这其实都是往年 都有了一个惯例 像是一些台商的台积联等等 相关协会呢 都会来帮助台商 来团购取得优惠机票 不用过于多做联想 不过民进却是忧心了 像是日前才逮到一个地下的赌盘 像是呢 就是有中国的主嫌 就是了来介入台湾的选举相关手段 因此呢 海基会现在也呼吁 中国大陆不应该要介入台湾选举